祂朝聖徒主義的主耶穌作曲, 主要獲得福音, 除了主要主耶穌所謂, 今天講一些特別的批評經常, 要到耶穌事物首的祈禮。 尤其是要提及耶穌祖主義的主耶穌, 主要要求福音令也想商政的使用。 尤其是要求耶穌祂奏順利的禮物, 我們看到耶穌不想要單獨一個人,而是祂要建造一個社群。 耶穌要強調是我們不是要孤單的,而是要在一個群體裡面和唯一。 耶穌招呼是很大的榮譽、很大的恩典。 耶穌招呼不是指定的幾位,而是全部人都會招呼。 耶穌招呼第一次,耶穌招呼這些師徒們,在工作的時候。 這些人不是懶惰者,他們是真的在賣命的工作。 耶穌招呼,耶穌招呼我們時是當我們正在職場上的職業。 如果我們看到聖母的祂招呼, 聖母的祂招呼,我們看到聖母的祂招呼, 聖母的祂招呼, 聖母的祂招呼。 聖母的祂招呼,聖母的祂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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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徒在一大早上,他們都很累, 因為在晚上,他們有魚, 在早上,他們都會拿到魚, 所以他們都很累了。 而耶穌招呼彼得和安德烈, 他們才開始下班, 在準備收網的時候, 所以他們已經很累了。 但是,他看到第一位, 彼得和安德烈, 彼得和彼得和彼得和彼得, 彼得說,追求我。 他們都離開了所有東西, 然後他們追求他。 在耶穌招呼彼得和援彼得之後, 他與彼得和彼得跟隨時彼得 cada一場, 彼得與彼得和彼得後 而彼得之後, 彼得和彼得和彼得跟至於基督, 彼得去它。 然後,彼得嚇音、彼得跟隨, 彼得與彼得無關, 彼得向彼得, 彼得跟彼得與彼得跟隨彼得, 雅格和約翰在船上俘往的時候, 他們也立刻喝醉他。 如果我們還記得, 馬丘是財收員, 當他在財收的財收員時, 耶穌通過後, 說著他, 跟著我, 他離開了。 他在一個銀行當稅利, 他就馬上離開了所有東西, 然後就跟著他走。 拜託,不要說, 因為我必須要離開我的工作, 和我的朋友和家庭的安全性, 因為我又不想撇下我工作的安全感, 撇下我的家庭。 因為耶穌基督說, 耶穌基督說, 你在這時刻,你的生命要有極大的轉變, 你的生活的方式要完全變。 因為我們, 我們在某些事件中, 讓我們保持平安、 保持平安。 例如,我會有工作, 我會有錢, 我會有環境, 我會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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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有家庭。 其實,這真是一件事, 我們是一些職業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職業, 這樣跟那群父母一樣的主持人。 我們才直接保持平安。 因為我們只會保持神業, 只會有尊重自信職。 而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 對職業保持平安。 讓我們保持平安, 我們身為基督徒,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的安全感、穩定度在生活中, 不是靠於我們的職業、我們的錢財、 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朋友、社會地位,而是神。 因此,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地理解, 耶穌在我們同樣的視乎, 因為當我們聖誡時,我們死亡人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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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死於一個普通人的身分。 然後我們真正的父親,就是天父, 我們成為天父的祖父, 所以我們必須要交換到我們的保安基地, 我們是耶穌身體的一部份, 所以我們得來的安全感, 就要涉及完全新的生活上。 從人們的思考方法, 我所說的, 錢、工作、家庭、朋友、家庭, 就要把我們的安全和設定唯一在耶穌基督上。 這並不代表我們會停止工作, 因為耶穌會說, 如果需要停止工作, 或是要做更特別的工作。 但作為耶穌基督, 我們會繼續工作, 但我們也會明白, 這並不是我們的錢, 這並不是我們保障, 這並不是我們保障, 而是耶穌基督。 我們也會信任何我們愛, 而是要明白, 我們不愛我們的家庭, 夫妻、夫妻、孩子, 甚至更多耶穌基督, 我們要釐清我們最愛的對象。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愛他們的家人, 你也說,聖和詹姆, 我們並不是說他們不愛他們的父親, 而他們也不愛他們的母親。 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件事, 我們必須明白, 當他們離開父親的父親, 他們相信耶穌, 神會保護老父親的父親, 比他們更好, 如果他們繼續跟祂的父親, 那兩位使徒們離開父親的父親, 這是因為他們信任, 神會提供照顧給父親, 甚至他們可以照顧祂。 我們有很多次見過, 當我們很多人, 包括我, 我們成為父親, 然後我們離開父親, 尤其是, 當我們離開父親, 我們不離開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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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們不離開父親, 而他們不離開父親, 而他們也不離開父親, 所以說,因為你在照顧我關心的事,所以我想要回饋你。 如果我們自己給神的負責, 你會認為神的負責會不會照顧我們, 我們會比我們更加更好, 而我們會比他們更加更好, 我們會照顧他們的負責, 聖誠是要依靠我們自己的目標, 如果沒有目標, 當然是要依靠我們自己的目標, 信仰是把我們所有生命中的一切都奉獻給神, 相信後,祂會好好照顧。 所以,我們不容易提出一個理由, 為何我們很多次期待會有好的事情發展, 但我們無法理解。 我曾經說過, 聖書的聖書說, 聖書的聖書,聖書的聖書, 聖書的聖書的聖書, 聖書的聖書, 還有一個地方, 聖書的聖書, 聖書的聖書有關的地方, 聖書的聖書是被解決的亂。 聖書是被解決的。 聖書的聖書寫著, 聖書的聖書的聖書, 聖書的聖書寫著, 聖書的聖書寫著他們在社會上課。 聖書,聖書的聖書之中, 最後,神顯現了祂自己。 祂並沒有提出祂的答案, 祂也想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但祂的身份也沒有提出的答案。 這就是為什麼, 祂看到神, 祂說:「現在我看到神, 我的心也在安靜。 祂並沒有提出, 但祂並沒有提出我一個答案, 我可以作出一本書, 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 這不是答案的, 但神的身份也就是答案。 許是。 祂並沒有提出, 祂並沒有提出, 但祂並沒有提出, 他並沒有提出, 祂並沒有提出, 我現在看到神, 我已經能夠受到滿足。 我並沒有提出, 我在說, 我們非常值得, 我們不斷做, 我們真的比較值得, 我們真是在實力, 我們會有這麼高的聖。 我們才能獲得, 我們會要討論, 我們會有真正的聖。 我們會有真正的聖。 我們會討論, 而約會的經歷、天使、魔鬼、神極大犧牲的愛。 我只是說,當你以後真的在非常差勁的處境的時候,還是需要繼續信任神。 有人會問,為什麼耶穌、安德歐、善美、善美、其他人, 而他並沒有呼召更多人? 為什麼選擇一些幸運的人? 其實,如果他叫很多人,他們會說,不是我, 但是為什麼這些人? 有人會問,為什麼耶穌只有呼召這十二個門徒沒有呼召更多的人? 但你會看到,他叫了一個豐富的年輕人, 他問他什麼要做,要享受永久的生活, 他說,我保持所有的法律, 然後耶穌就告訴他, 好,就跟著我,然後變成一名的聖徒。 耶穌的確是有呼召更多的人啊, 比如說,那個記在聖經裡面,那個年輕的財主, 然後他有問說,耶穌要怎樣活一個好的生活, 然後他說,他有把全部的法律都顧得很好, 耶穌叫他說,你放棄一切來跟隨我, 結果年輕的財主,然後佛覺耶穌。 還有十二門徒的確是捨棄了一切去跟隨耶穌, 還有其他人,還有其他人, 還有其他人,還有其他人。 但是,在最後,他被罵了耶穌。 還有十二門徒的確是捨棄了一切去跟隨耶穌, 但是後來他還是被罵了耶穌。 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循伴的, 很強的循伴的循伴, 說,OK,耶穌已經選擇這些人, 去到天上,不是我們。 所以,這不是我的責任, 所以,你不要想說被耶穌招呼是一個, 先前就已經命中注定了, 所以你沒有任何選擇, 是神在那邊或自己選祂所一個。 我們會再討論一段時間, 但是,我要告訴你, 選擇不是一個個人性的, 而是在一個群體裏面。 他叫了一個年輕的富豪人, 他拒絕了, 但是,這並不代表他拒絕了。 我們不知道什麼事發生了。 當時,耶穌被罵了耶穌, 當時有聖徒, 誰知道如果他拒絕了, 當時有聖徒,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年輕的財主, 後來是否跟耶穌結交了, 沒有再跟他有的觀念, 我們不知道他後來有參與。 所以,選擇是, 在那一刻, 在耶穌基督的聖徒, 因為只有聖徒, 是聖徒, 是神的聖徒, 我們會依靠在祂。 所以,我們會依靠在祂。 這是一個給全部人的一支持續的護照。 你會看到, 是的, 耶穌基督也, 像耶穌基督, 也拒絕了耶穌基督。 但是,耶穌基督也拒絕了耶穌基督。 說他, 當以別人, 也有人礙在祂結交了耶穌基督, 他 ζ дос obsessed. 而彼得就, 如同有大夠, 同樣有被三的說法, 而聖徒博者仍然再晨諒死, 可是他後來又懺悔, 而彼得就與別人而窄悔, 這就是為了他被偷悔, 但是後來還是知道。 所以, 神經常有一個開放的呼召, 一個開放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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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在教會中的十二個門徒, 而是每個人在教會中的聖誕者, 而是每個人都有一個特殊的聖誕者, 而是每個人在教會中的聖誕者, 而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聖誕者, 對嗎? 所有聖誕者的聖誕者, 他們都很利益, 以為他們有自己的意義, 他們有自己的聖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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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個聖誕者的聖誕者的聖誕者. 在聖誕者的聖誕者, 我們也稱之為神聖誕者, 我們成為一個聖誕者的人, 而是個聖誕者, 的確是一個聖誕者, 我們要求我們接受聖靈的聖靈, 我們要求聖靈在聖靈的聖靈上, 所以這不是僅僅是個聖靈, 也是一個方法, 並能夠持續聖靈, 讓我們為了聖靈的聖靈, 能夠做到聖靈的聖靈, 為了聖靈的聖靈。 但受到聖靈的充滿, 不只是呼召, 而是生活的指示要如何進行。 幸好,很多人, 甚至覺得自己是基督徒, 甚至說自己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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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不知不知道自己的聖靈, 甚至我看到有些人在這裡, 或是做一些很瘋狂的動作, 那意思是甚麼? 他們也不在乎, 甚至會看到有些人做十字架指示, 是乱七八糟的, 我拜託人們, 去到不同的地方, 甚至乎整個聖靈的聖靈, 並不再お叫做任何事, 而他們不在乎。 我請求聖靈的聖靈, 然後他們竟然奉獲。 我請求聖靈, 然後他們竟然奉獲。 他達到盈禱神,也可以呼籲。 這人認為他不來教會, 他也不太說, 他不來教會是因為他生病了, 他不去教會, 他說是為中心的儘 going, 另一人來過一星期, 接受聖誕節, 並沒有再來教堂。 就像是佛塔, 他當年吃了麵, 他說, 神進入了他的心, 然後他去逃避耶穌神。 所以我再次說,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有一個責任的責任, 而責任不是說, 我自己是聖書, 你必須是聖書, 你必須是聖書, 你必須是聖書。 所以我們生為基督徒有一個責任, 而是要活出神的愛, 讓你在生命中有個很好的榜樣, 使得別人好奇說, 你為什麼優格這麼好, 這事情就說, 你必須是聖書? 最多人今天說, 你知不知道, 這就是為何我很多次, 我不是很生氣, 但你知不知道, 我非常強調, 為何? 我還不是聖書, 我仍然是聖書, 我仍然是聖書, 我找到神, 我找到我自己, 我見到今天, 他們學習了所有事情, 他們知道所有事情, 他們知道所有事情, 他們看到電視, 網絡, 他們知道政治, 學生, 學生, 錢, 什麼怎樣, 你們知道什麼, 他們不知道甚麼 about God, 他們不知道什麼, 他們無論知知識,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工程師, 工程師的背行, 而我找到神是藉由自己的尋求, 我現在看到, 資訊這麼發達, 很多人上網後, 什麼東西都查看, 什麼東西都理解, 但是他們不認識, 也不管事情, 他們都沒有資訊, 他們就不想教導他們的孩子。 這些人也不想教導他們的孩子。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我們沒有祈禱, 我們沒有進入父母和祖父的關係, 因為祂能祈禱, 並非祈禱祈禱, 但祂能進入父母和祖父的關係, 這就是祈禱的祈禱。 而是祈禱的祈禱, 而他們沒有祈禱, 然後他們說, 祈禱的祈禱, 讓祈禱的祈禱, 他們能看到這件事。 什麼事呢? 這就是真正的, 而我們也不凍結、 而他們也不忍結, 而是我們聖誡, 而成為聖誡也不願意, 成為聖誡的祈禱, 當我們不拒絕, 參與聖誡也不拒絕, 我們不拒絕。 這就是我們聖誡也不拒絕, 而這就是聖誡也不拒絕。 你看, 聖誡也不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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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我會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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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說,你能給我們一個優勢, 在你的右手和左手。 這是不可行的,是否有任何祝福? 因為使徒們沒有被聖禮充滿之前, 其實也是非常無知的, 因為聖禮和聖禮, 他們在耶穌要被受難受刑之前, 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們坐在你榮耀的右邊和左邊。 還有其他使徒, 他們問他, 我們都留下了所有東西, 我們會跟著你, 我們會有什麼利益, 我們會有什麼利益, 我們必須可以為了你拋下的一切, 我們可以為了你拋下的一切。 耶穌就說, 您會有福利益, 但是實際上, 我們依然跟著耶穌, 然後我們看到, печ責任何利益, 這邊沒有福利益, 而是福利益, 而是健康的生活。 但是我們可以說, 無願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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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隨祢是最大的榮耀。 我們甚至不覺得, 我們也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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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說耶穌是一個謊。 但是我們也不曾經期待, 我們也不應該會照顧他,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生存在這情況下,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感到神離棄了我們,或是耶穌這個大說謊的人, 可是能夠在這段時間後跟隨祂後,已經是一個出乎我們,可以受容的大問題。 所以今天想想想想如果我們真的感到這件事,如果我們真的感到祂的呼喻, 至少至於我們的婚禮,至少至於我們的婚禮, 至少至於我們的婚禮,和我們的婚禮, 跟祂的愛上的神, 但是我們是神要的, 而且我們是神要的, 並去尋求我們, 而不拒絕、聖經典的和禮主的人所要求, 禁忍你來 cocoon, 而你並不願意來的夫人, 的話, 希望你能做一點, 然後在生活, 和你和家人, 並不理氣, 然後這個盛禪,然後神父正在呼召命來,然後尊重宇宙